週三 密西根州最高法院 駁回了將美國前總統川普 從2024年總統選舉中踢除的訴訟 這一味著川普的名字 將被保留在密西根州的初選選票上 基於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最先受理此案的密西根州法官表示 州法律沒有賦予選舉官員 監督初選參選人資格的權利 此案提出了一個不應該在法庭上 採決的政治問題 密西根州上訴法院隨後維持了該決定 表示川普是否應被取消參選資格 與他的名字能否出現在選票上無關 川普週三對這一裁決表示歡迎 他在真相社群上 稱讚密西根州最高法院的做法有利而正確 密西根州和喬治亞州 是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兩個關鍵搖擺州 最新民調顯示 川普在這兩個州的支持度 多領先美國總統拜登 而此次密西根州最高法院的裁決 無疑給川普的競選勢頭又駐了一把力 與密西根州的判決形成對比的是 上週 克羅拉多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裁決 取消了川普在該州的初選資格 原因同樣是有人指控川普 牽涉了2021年1月6號的國會大廈事件 不過目前該命令已被擱置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意境綜合報導